歡迎大家收看台灣呼吸道醫學會線上頻道 我是主持人 已經在進行冠狀背面的流行 我們今天很榮幸邀請到嘉義長跟癌症中心 從事生物能收護訓練的黃平仲醫師 來得下相關的資訊 歡迎黃醫師 謝謝主持人 大家好 一般民眾可能很少聽到過生物化學能收護訓練 那麼,什麼是生物化學能呢? 他更新新冠狀病毒又有什麼關鍵性呢? 生死磚王的關鍵動作 呼吸與心跳 任何一個動作停止 生命就結束了 生死磚王的關鍵元素 氧氣 三分鐘無氧 老死 五分鐘無氧 生命結束 但絕大多數人可能忽略了 生死磚王的關鍵物質 這是透過呼吸與心跳 利用氧氣 所製造出來的ATP 腺幹散因素 ATP在科學上的定義是 生命讓以存活 細胞 讓以正常運作 修補於活化的關鍵能量 這就是生物化學能 那麼,我們想要再請教黃醫師 人體的ATP與新型冠狀病毒的關鍵性 到底在哪裡呢? 人體的ATP與新型冠狀病毒的關鍵性 有相同處也有不相同處 ATP是所有生命體生命運作的 共同的能量大源 也就是說,我們靠ATP活著 新冠病毒也是 但有一個極大的不同點是 我們可以自己製造ATP 病毒不行 所以,病毒是靠我們活著 病毒一旦進入人體 它會鑽到細胞內 投舉我們的ATP 作為拿病毒複製、分裂、繁殖的能量大源 當病毒排除除外後 它就只剩下剩餘能量 而剩餘能量的多寡與消耗的方式 就會決定它在體外出活時間的產量 因此,靜態的衣服 像能把、桌椅等 病毒存活的時間差異 因為它耗耗很少 所以,我們看到它是活著的時候 機會就會增加 所以,我們應該要嘗試手 而動態的漂浮 雙、空氣、氣溶膠等 因為它耗鈴多 所以除活的時間就相對的縮短 但口罩還是一定要帶來 謝謝黃秉中醫師 清楚的講解以及分享 讓我們更加了解 如何運用 以及訓練生物化學能ATP 對抗新冠病毒 謝謝黃醫師 避免與冠狀病毒接觸 是首要選項 所以,你應該要戴口罩 請洗手 一旦碰上後 無症狀頂多輕症 則是首要目標 我們透過理論分析 與試作練習 希望能夠幫助大家 安然度過微鏡 感謝大家 希望能夠指導